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直播率高 主要来说 风耀玻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我们觉得电动车的浪潮对汽车玻璃是有一个帮助 因为比较中高端的电动车全部都是华音天窗天望 第二 以前我们开车前面有玻璃 下面有很多标博 现在电动车是把标博的数据投影在玻璃上 你说有什么用 因为如果你要向下望 只是相距15度 角度差15度 其实你炒车的机会是增加的 因为你利用上望前 你要望着下面 其实是危险的 所以你见到现在新的天窗 前面的担风玻璃 是令到汽车玻璃的需求和单价提升的 再加上市占率是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我们预计全球OEM来计 它大概占31% 两年后有机会上升到35% 第三 毛利率有机会温和地上调 即是市场越来越大 它还可以咬大饼 而咬大饼之余 它的毛利率再提升 即是收入加这个毛利率提升 就会得出一个盈利上涨 除了汽车玻璃之外 它现在还有一些叫铝色件 举个例 你开门的车框 又或者标准的框 这些铝的制件 其实和它现成玻璃业务 是一个协同效应的 总之就是我和另一间厂 帮你做完它 所以就有新的业务等等 我就这样很简单数到4个吸引之处 而股价上来说 如果下跌38-39% 我相信都可以留意 希望今天没有即食东西 没有即食面给大家 但除了七小福可以继续留意之外 可以有1083 还有3606 也可以看位 就可以做一个分注的部署 希望帮到大家